今天很特別的日子 2024年1月8日 香港首階段通關 一周年 站在上水新康街 神祥街 今天香港01報道的時候 加多兩條街 巡虎街和新城路的時候 就說了有16間急鋪 他說在上水的房街 16間急鋪 尾裝店難捱 內地人轉購國貨 親身來看環境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一下 其實有三大原因 一 我想很多人期望 就是一個V型反彈 但實際上都是通關一周年 習慣了內地的網購平台 買國產貨下來香港會少了 二 海關捉得緊 11月份的時候 生意最差 那時候又怕水貨客重現 所以捉得緊的時候 一下子沒有貨的時候 人們下來代購會少了 三 現在說的是一周一行 希望議員就說 深圳也好 大灣區也好 不是追水 是倡議 人們多點來到香港 一周一籤多行 香港人上去 一周四十行 但是內地人下來的時候 就說的是一周二十行 當然是不公平 一月八日 首階段通關 二月三日 全面性通關 四月份 才說的是高鐵通車 四月份 才是取消客馬 所以看回這裏的時候 純粹是新空間 真的日暗不日暗 也有的 藥房看回這裏生意 又不是所報導的 這麼悲觀 希望一年後的時候 生意會越來越好 記住香港買一部早舖 找我成本商店 你更慶 坐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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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